天亮了 我是你们老黄 我又回来咯 一觉睡到11点钟了 睡了一个好觉 非常的有安全感 今天等会儿洗漱一下 直接去那个镇上面了 去镇山县 买一套衣服吧 穿一下这个衣服包姜了 我也不好意思出去 家里面的情况就是这样 家图四壁 刚才洗漱了一下 洗了个头发 然后的话 等会儿去镇上了 买一件衣服 一条裤子 去镇上洗个澡 要买一把锁 昨天锁被我砸了 在哪边 在这里 空车就是好 空车的话 没有那么重 这个路好走啊 看一下这个路嘛 这是那枇杷树 好像是三棵 对 就是三棵 十多年了 这树子 不知道还能不能长枇杷 还好下面修了那个水泥路啊 不然以前是十指路 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 那里加我两户人家 这里有两户人家 那里面有几户 这里有一户 都住了人的 其他地方都没人了 那城子在树上没人摘 都没人吃了 那下面有我们的田 有那个田地 杂草丛生 谁种了 这是祭城 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大树在放鞭炮 小时候走过的路 冷冷清清的乡间小道 小时候走过的路 好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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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鲑鲜肉 非常暖和鲜香 你们说是不是 是啊 这是那条主路 应该是属于省道或者县道吧 应该是县道 对面还修了一条路 以前的老路 在那个悬崖峭壁上 那条路也可以直接去那边 增上那边 看一下 那条路我还走过的 这个没有负重空车骑起来就是快呀 我感觉好快 而且踩起来非常轻松 感觉都不费什么力 可能是那个负重骑习惯的 增上的话什么都有卖 衣服啊鞋子啊还有一些吃的 大超市也有 看一下南西镇一山半水的青山绿水 这个镇还是蛮大的分三条主路 上环路中环路还有下环路 我们镇上的房子就是在上环路 过年的气息啊张灯结彩的 挂满了红灯笼 其中中环路是主路嘛就是最热闹的一条街 有一些卖衣服的 还有卖菜的 这边是那个冷冷清清的菜市场 买菜的话就在这下面买 以前我读书的学校在这下面 好多卖菜的 过年的话菜价一般都会涨价的 也有卖腊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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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了好几会儿了 刚才买了一套衣服 换一身干净的吧 这边衣服也挺便宜的 几十块钱一件 找个地方洗个澡啊 下午下雨了 下小雨了 然后我快递已经拿了 已经拖到老家去了 这个钥匙在那个 我叔叔家里面 然后买了衣服 我买的衣服把它换上了 洗了个澡 现在去镇上的房子里面看一下 但是我搞忘记在几楼了 我要先问一下在几楼 因为只去过一次 应该是在六楼还是七楼 要问一下父母 我们增上的房子是在几楼啊 我要搞忘的 英语绵绵的小镇啊 看一下南西镇 广场下面是中环路 就是主路 再下面是下环路 我们增上的房子在上环路 上面 从这边上去 一路上坡爬上来 这个上环路的话 有一些卖菜的 也有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还是蛮多的 广场一般又是来跳了广场舞 就是这里面 就要这栋房子 我记得位置 但不记得楼层 多久就有点尴尬了 嗯 这是南西消防的楼上 是的 就是这栋楼的 某一层楼 在这个院子里面 院子里面是可以停车的 是那个楼梯房 那这房子贴了个喜字 就应该不是我们家了 很多房子 一层楼大概有四间房吧 先确定一下 父母没在家 在外地 我就怕搞错了 应该是五楼 哦 是这个 那个灯的话是没有 那个电表给砸了 砸刀给砸电了 这房子也是很久没住了 一般父母的话在外地打工的 外地务工 过年回来一次 然后这些都被布给遮住了 房子灰尘 带大家看一下吧 用这个手机拍一下吧 亮堂一些拍出来 看这是那个沙发 这是该住的 这个是茶几 这个是放电视 但是没有电视 那个电的话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开 吃饭的桌子 就是这种 这可以转 就这种 石板的 这旁边是洗衣服的洗衣机 卫生间 一厅 一厅 三四一厅 一个小房间 窗帘打开 看 这种 盖了纸 这个房子 不会有灰尘的吗 窗户都关了 我记得 我有一件衣服在这里 我记得是 我的衣服还在不在 没有衣服呢 不是我的 然后这是厨房 哎呀 无奇马黑的 这也是卧室 卧室 这个没有床 不会在这里帮我衣服 是哪一件啊 哎 这一件是我的 想起来了 这是我以前 以前穿的 还有呢 应该是 搞忘记了 我搞忘记哪一件是我的呢 这裤子应该是我的 这条裤子是我年轻的时候穿的 一条黑色牛仔裤 下面是这种 那时候比较潮流 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穿呢 这衣服 我只记得这一件呢 其他衣服我也不记得 好像是还有一件 羽绒服还是啥的 好像是这一件 但又有点不太像 看一下吧 整体环境就是这样 都是个大厅 就是这样 然后有三四一厅嘛 一厨一味 就这样 今天的话不在这里停留 我主要是来拿快递的 快递已经拿回去了 然后买点菜回去 像我们镇上的话 这些房子装修风格 基本上都是这种 装修的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 然后这个房子我是第二次来了 第一次还是很多年前 基本上 基本上也看到了 没有人 没有人住的 父母也没在 所以说我回农村老家 和回这里 它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人现在 父母的话过年才回来 然后 然后 住老家还有一些好处啊 就是可以 种一种地 养一养 家庭 然后可以烧柴火 我这次取的快递是 烧柴火的炉子 还有一个大炒锅 到时候把农村里面那房子搞出来 在镇上的话 是这里你看到 是烧不了柴火的 也种不了地的 你不管做什么 都要去花钱 花钱买 不过镇上也有好处啊 比如交通方便 买东西也方便 各有各的好处吧 但是 还是想回到出生的地方 今天也就是 带大家看一下镇上的房子 把窗帘拿上去 你看这里 回村了 回村了 而且回村的话 还可以改造一下老房子 是不是 比较有意思 有意义 这边的话也不需要改造 好 等会儿去菜市场买点菜 然后回村了 街上全是卖吃的 卖菜 卖水果的 去菜市场买点肉 也不知道买什么肉啊 鸡啊鱼 感觉都吃过了 这边卖的最多的还是 这是猪肉 还有一些腊肉 还有肉干 这个菜市场在中环路 煮到 左手边 下去 什么都有卖应该 还有这种萝卜干 农村泡的萝卜干挺好吃的 等会儿去买一点吧 有猪肝 今天搞点猪肝来吃个 泡椒猪肝 好久没吃猪肝了 摩椅 冷冷清清的菜市场哦 旋转小鸭 好 好 好 吃好多 我吃 就来就来就来 然后吃点泡菜 你点点的干 你不切吃 这个 这个 差不多 我吃点泡菜 我吃点这个 农村泡菜 来 17块 12块 可以搅点这个蒜 来嘛 这一是蒜吗 农村泡菜 你要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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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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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买了 然后快递也拿了 先回村里面了 因为今天下雨啊 不是太方便 下雨啊 阴雨绵绵 刚才把快递拿回来了 这两个 然后房间里面的灯啊 我已经弄好了 有电了现在 但是这个电它是以前的老式的那个 灯泡 这种 那个电的话不是欠费啊 是那个电表 因为长期没人住啊 把那个电表那两根 连接房子里面的电线给拔了的 把接上就行了 就是这个意思 等会儿把这个灯给换一下 这个灯不太亮 买了一个48瓦的 48瓦的 这个节能灯 这个的话更亮一些 特别亮 一下就没那么冷冷清清的了 这两个快递呢 它是一个 柴火炉 还有一个大铁锅 看一下 开箱了开箱了 这两个大东西啊 加起来 价格只有我 户外那种带风扇的柴火炉 那么多 还没那么贵 户外的那种炉子啊 真的是贵 这个还是挺便宜的 这个是锅盖 这是送的 看一下怎么样 超大 这个锅都不用自己制了 它是制好了的 这种锅 这种炉子在 正上面是用不了的 因为都是烧柴火的 正上面烧天然气 这个锅 大铁锅都不能用 基本上用的那种小锅 小灶 这个锅 这个它是有这个角的 可以把这样转上 这几个角的可以转上 把这个锅拿上来看一看 我觉得烧柴火炒菜刚刚好 烧柴火炒菜刚刚好 是吧 这边加柴 下面还安装了 安装这边接灰的 然后这是烟囱 还可以这样把它 把这个口袋变小 可以放一些小锅 看一下 还可以变 还可以抓 这样的话 就可以放一些小锅 这个是烧烤架子 把那个架上过后 可以做烧烤 这锅链是送的 这锅链几乎没什么 没什么作用 质量太差了 大家觉得我这一套装备 好不好 这一套装备是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钱 看一下 这个炒锅我特别喜欢 它是制好了 可能是 手机里面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确实挺大的 比一般饭店那个炒锅 还大一个型号吧 还有这个 这炉子 烟囱 放柴 这边还可以 取下来倒灰 什么的 都挺方便的 这刷圈圈 后面的打算就是 现在下雨啊 也不想搞这些东西 等不下雨了 或者过完年过后啊 我就会慢慢的 把这些东西给穿出来 这条路给它挖出来 然后路的两边种上花花草草 这边也种一些花花草草 这个竹子保留 竹子都 天这个竹子 真的是几十年了 没砍过了 特别好 外面的话基本上都是绿树成荫 这就是农村吧 然后这个房子目前没打开 因为是老式的一些厨房了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这种 现在晒不了太阳了 按照这个蓬蓬 这个蓬蓬的作用是干嘛呢 就下雨淋不到雨 这个房子就不会进水 所以说这个房子里面还是干燥的 如果没有这个蓬蓬的话 估计会漏水 也不一定是吧 蓬蓬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夏天晒不了太阳会凉快一些 这个蓬蓬应该是父母前几年搞的 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老了会回来住吧 结果被我先占领了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最满意的这个 我什么都不想买 就这个东西是对我最重要的 这是我的爱好 是我这一辈子的爱好 我看到这个大铁锅我都想炒菜了 而且富一楼租卷里面很多柴火 随便烧 米饭已经煮上了 用高压锅煮的 今天炒一个猪肝来吃 买了泡椒啊 泡椒猪肝 配菜的话吃芹菜 这个芹菜怎么切呢 我也不知道 就随便切一些吧 把这个芹菜切成姐姐 切猪肝嘛 切成三角形 更具有稳定性和观赏性 切的话就切成薄薄的厚片 老丈家的高度白酒去个行为 这应该是玉米淀粉 看写了烹调用的 这个淀粉的话不适合加多了 也不能加的太少 因为它猪肝的话 挂薄一点 挂一个薄芡 然后用右手快速的搅拌 挂一个薄芡就行了 这个油量应该是够了 倒入猪肝 先不要去冻它 等它逼一下水 逼一下水 逼一下水 不然就搓粉 泡椒先炒香 还有酸萝卜 泡椒 泡萝卜 哇 贼香啊 真的香 多换一点吧 咱们就不放盐了 泡菜已经炒出香味了 味道就出来了 倒入芹菜 配菜 把配菜炒熟 配菜差不多了 倒入猪肝 满满一大锅 先不要冻它 直接调味 放入一点耗油 耗油的话是提鲜味的 来一点这个鸡粉 加一点白糖 酱油给它上个馅 火力蒙起来了呀 这个猪肝已经炒熟了 感觉还行 好久没吃猪肝了 今天这么好的猪肝 就喝二两吧 今天的话简简单单吃一个泡椒猪肝 然后喝二两这个牛耳 喝点白的吧 天气也是 不是太热 不是太热 喝白的 昨天也喝了果冰的 先走一个吧 酥辣 男方大家封别人 尽量有油 我就实话实说了,确实很嫩 虽然火很小 但是技术到位了 它还是很嫩 口感的话也是软弱现象的 感谢观看